这一期呢 我们勾这个宠物项圈的这个装饰物 这个白云 雨滴 上一期展示了这个蓝色的 这一期呢 我们用五股棉 勾这个白色的云和雨滴 勾子方法是一样的 只不过一个是五股线 一个是四股线 接下来我们开始勾子 少边起针 然后呢 我们勾七个辫子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七个辫子针完成之后呢 接下来 我们勾针插入 倒数第二个辫针针目 挑一根辫子 勾一个短针 然后呢 我们继续在这个针目 再勾一个短针 接下来 下一个针目里面 勾短针 接下来 下一个针目 短针 继续 下一个针目 短针 下一个针目 短针 那我们连续勾了四个短针之后呢 接着还剩最后一个片针针目 我们在里面勾三个短针 一 一 二 三 这样呢 就转到了对侧 然后呢 同样是下一个针目 开始 我们要连续勾四个短针 一 二 三 四 那我们还剩最后一个针目 最后一个针目呢 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是勾了两个短针 所以呢 最后在这个针目里面呢 只用勾一个短针 完成之后呢 与第一个针目的两根辫子 拧拔 这样呢 第一圈就完成了 这里呢 我们不用拉紧 接着我们开始勾第二圈 先勾两个辫子 然后呢 这两个辫子相当于在第一个针目勾的 接下来在下一个针目里面勾一个长针 然后呢 继续在这个针目里面再勾一个中长针 完成之后呢 我们在下一个针目里面 引拔 继续重复这个过程 两个辫子 下一个针目 长针 和 一个中长针 下一个针目 引拔 再勾了两个了 继续 两个辫子 下一个针目 下一个针目 长针 还有一个中长针 然后呢 下一个针目 引拔 继续 我们就一直再重复下去 继续 两个辫子 继续 两个辫子 下一个针目 长针 长针 中长针 下一个针目 引拔 继续 下一个针目 引拔 然后呢 拿出大头针 然后呢 拿出大头针 然后呢 拿出大头针 然后呢 把针目 扭过来 再重复 再重复 中长针 再重复 中长针 最后呢 我们在这个 引拔的地方 继续 引拔 这样呢 就够了七个 接着呢 我们就直接断线 然后呢 拿出大头针 把这个先 引拔过来 大头针呢 穿在前面这个 继续 这个继续 拉过 这样 用个圆度 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就 把这个 线长一下 把这个 剪断多余的线头 剪断多余的线头 这个白云勾置的部分 就完成了 接下来呢 我们把眼睛粘上去 然后呢 取出黑色线 把这个 嘴巴 红上去 这背后呢 打个结 然后剪断多余的线头 这样呢 这个云朵就完成了 这样呢 这个云朵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勾与低 同样取出白色线 环形起针 拉紧 接下来我们开始勾第一圈 先勾两个辫子 这两个辫子呢 相当于一个 中长针 接下来我们继续再回到 往里面开始勾 中长针 这里勾了一个 但是第一个也算 所以这是第二个 第三 第四 五 六 七 七 八 九 十 十 十一 十二 十二个中长针完成之后呢 线圈拉长 然后拉动这个短的线圈 把这环收紧 收紧之后呢 我们与第一个长针 也就是两个辫子组成的中长针 与第一个中长针 也就是两个辫子组成的中长针的第二个辫子里面 进行引发 这个时候呢不需要拉紧 就这样就行了 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勾第二圈 先勾两个辫子 同样这两个辫子相当于一个中长针 接着呢 接着呢 在第二个珍目 这里的两个辫子里面 穿过去 勾一个 未完成的中长针 继续 下一个珍目 未完成的中长针 然后呢 一并勾出 接着呢 断线 这样呢 一个雨滴就完成了 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个线尝一下 然后再看一下 可以了 然后把这线剪断 这样一个雨滴就完成了 然后呢我们再勾一个 雨滴 这里呢第一圈已经完成了 然后第二圈的时候呢 我们先勾两个辫子 勾完这两个辫子之后呢 我们翻转支片 在接下来这个珍目里面勾 未完成的中长针 继续下一个珍目 未完成的中长针 然后呢 一并勾出 接着呢 断线 这样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线尝一下 然后放到这边 这就是个对称的形状 当然你也可以按第一个的勾置方法 多勾几个也行 这个我是勾了一个对称的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搭配 这色谷的蓝色的云 搭配在这里 效果是这样子的 是挺好看的 然后我们用这个白色的云 和雨滴也是更好看的 这样 也好看是不是 也好看是不是 对 好看 好看 感谢观看